第十四 希望不喜欢的人早点离开 可不施食物给小动物 如为小蚂蚁吃糖 小鱼吃吐司等等 用他的名义不施 把功德回向给他 对啦 你很讨厌海涛法师 你就买一点饼干 去供养那些小蚂蚁 愿海涛法师不要再来 然后呢 他就不会来了 现在有一些怪怪的 老师啊 听说很出名啊 什么台长 各位请多供养吧 为了佛教 因为有些 有些邪知邪见 对不对 因为不好 叫我们晚上不要念地藏经 那那些众生怎么超度呢 叫我们还没有满七十岁 不要念阿弥陀经 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讲的佛法 他没有读佛经 他用自己的想法 很可惜啊 然后呢 听说办法会人都很多啊 这些人也很可怜 这些人没有机会接触正法 因为他生病嘛 我听说这个有神通嘛 我来给他看看 然后就走错路了 了解吗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想法 不是佛法 所以很可怜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父佛外道 这个世界 父佛外道 邪师很多 邪师 他知道人家喜欢活佛 所以我也是活佛 对不对 我也是上师 我也是观音菩萨 他就说他是观音菩萨 然后呢 在法会 他就会麻醉信徒 哇 我们放生 所以阿弥陀佛来了 观音菩萨 大家就发疯了 哇哟 根本没有啊 他就会骗人 这些不好 但是我们也要对他慈悲 我们帮他做功德 他的邪见就会不见 坏心会不见 他只能做好事 他不会做坏事 所谓不喜欢的人 不是说让他去做外面坏 做坏事 让他不喜欢的人 不会做不喜欢的坏事 了解吗 那我们佛教 用光明啊 用这个善业 消除他的黑业 所以用这个方法 第十五 这种善业的善业 这种善业的善业 就是善业的善业